大哥打了一台电脑过来 不懂搞 让我教一下他 因为平时他打单发货 他不懂都是我帮他弄了 要自己自给自足了 你老谈有出息 怎么点进去 不知道 要好好学 我刚刚教了你一遍 就这里点这里 手指点就得了 你这个是平板 手指点 拿手机录起来 然后点这里 这个是小小生这里 嗯 点这里 然后点进去 这里 蓝色这里 哦 这里住在 我推出去 我推出去就行了 进入店铺 这里就是你的了 还有两袋没法护了 推出去就点上面那个打叉 第一点就推出去了 你点一下 就这样了 每次打开你都点这个就可以了 我看那个看发货的 看发货也是 看什么货 看有几点没发货那个 就是刚刚不是看到了吗 你等一下嘛 再点一下 再点一下 点两下点一下 点一下 你用这个里吗 这里 用这个鼠标去点 哦 这个能明一点 那个太笨了 然后这个滑到 就用这个滑到这里 点进去 可以打单吗 可以啊 是电脑就可以 这个也不便宜啊 是钱块钱买的 比我的都还贵 但是平板没有笔记本那么好用 那看哪个带的 订单 订单管理 带发货 两单 一个芋头 一个红薯 这个芋头叫人家退了 没有了 有外面有 好的 那这个红薯 就可以了 没有 没有啥 叫老谭教你 要老谭也练习一下 这老谭负责教 我不管 我管我自己 连我叫他教肯他都不会 你不要这样小看他 你叫他往哪里挣去 肯定他都不知道怎么挣 怎么会不知道呢 你问他嘛 等一下我给你打赌 等一下先 赌一下 要是他会呢 肯定不会的 要是会呢 要是会呢 要是会怎么办 你说 肯定不会的 你说 老谭呢 在这洗手间 你说会怎么办 你不要钓到鱼塘里面 他要是会怎么办 他肯定不会的 会的话 你怎么办 明天请我们去杨硕吃火锅 可以 视频为证 你这样子小看老谭不行 你看了真的去没有吗 如果他进去 你请我们去吃火锅 可以 等下给他来 能不能吃上火锅 看他了 看老谭了 是不是 是吧 老谭快点 大哥说你不懂得怎么打开店铺 你打开给他看一下 你打开了 他明天请我们去吃火锅 去杨瘦吃火锅 确定 他这个视频版 你不要 等下我换了 换了 要换了 故意的 视频为证 换不会换呢 来 200多块钱 来来来 看你怎么打 我帮他收藏好了 帮他弄好了的 嗯 那这鼠标呢 这鼠标是我的 你这是搞什么亏 这鼠标是我的 电脑 视频都不会用 他没有鼠标 嗯 来 火锅哈 把它推出去 还没推 推的还没推完 推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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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全部推了的 来 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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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费的 吃火锅 明天我们要火锅吃 欢迎吧 明天 我先看他资产 我先看资产 不用看了 里面有5000块钱 我看过了 明天吃啥 我以为要看资产 昨天我帮他 昨天有2000块钱 还有两张 昨天大哥挣了2000块钱 我知道的 明天吃火锅 不要反悔啊 明天晚上 杨磋吃火锅 我要去杨磋吃火锅 好不好 好的 我要调个贵一点的 我要看 挺贵的啦 挺贵的啦 那个我们去吃一顿 要两三万块钱了 那就是小挖了 你看嘛 你还小小老财 人家已经学会了的 不会吧 对啊 人家已经学会了的 我发现还没推完出去 好像 那你重新全部关掉 再打开 这样可以了吗 嗯 他那个有时候勾到了 看 要多点两下 嗯 这里 那哦 这个你的吧 嗯 给他备厨的 我要火锅吃 耶耶耶 他已经备厨了 你是给力的 这种火锅是你 挺实力的 是你的功劳 是你的功劳 对不对 挺实力的在来的 耶 以后你教大哥吧 我就刚好你可以锻炼一下 你自己啊 嗯 你教大哥 啊 你是不是就是把这个打开 打开 以后你弟就变成了你师父了 还有那些不会的 你是不是就是刚刚会打开那些的 你不要耍赖 我已经有火锅吃了